我们有几个题目,总共就这六个题目,那各位尽量就把它实作图案 里面前面几题我想都跟前面类似,就是这些只是说把原来这个是影响栏会改成Session 那把Pookie改成什么呢? 不过还是需要到Cookie,刚同学问到Session实际上还是记得到Memory,如果你要下一次登录,要再抓原来它的记录,你还是要把它写到Cookie里面去 那当然如果你不写了Cookie,或者他没有开Cookie的话 不就是怎么样,不然你试试看用HTML,我讲过Local Storage,Local Storage也是OK的 那部分的话当然就会比较简单,比较没有说他没有开Cookie的状况底下,就没有办法写入 不过这种状况应该会比较少,目前的Browser基本上应该全部都有支援这个Cookie 只是说怕user端把Cookie关掉,那当然就比较麻烦一点 那你就可以去变动一下想其他的方式,把这个资料记录下来 那再来的话呢,使用那个Session物件做那个Relight 就是重写UI,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会用Response物件呢,里面有一个叫做EncodeUI 去重新再回写回去,那Session物件的话呢,就可以重新再增加一个抗折的数 比如说把它租回来,再加1,这部分的话是第三个范例 那前面这两个,这个密码,东西密码这个前面有做过 所以各位再做一点点变化就可以了 然后第五个是Session配合Cookie的一个练习 那最后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叫购物车 这个购物车里面的话,主要要做哪些,特别是说 底下的部分的话,自己变通,不一定要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我要的结果是说,我选了哪一本书 那书的那个封面,请各位自己去网络上找 你可以叫什么,伯克莱啦,天龙啦,找三本书 然后呢,当我选了某一本,或者是选什么,不一定书啦 你选什么衣服啦,什么等等也可以,只要是一个图形,点下去 我的需求是这样,就是底下有个连结 当我点了这个连结之后的话,上面会出现什么 一采购多少个数量,会自己怎么样,加一 那并且我点了这本书,我要能够记录出了一本,这个是总量 也最后会什么,会记录每一本书,它订了多少本的一个清单出来 所以,这边我秀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就这个网络 那会产生一个就,一个sublet,预设器呢就是叫shopping.vue 的一个shopping的一个sublet 那,这边我已经乱过了,这边已经有出现了,我重新往browser 从最原始的状态来看一下 进来之后的话,已采购了一本,没有,对不对 那所以我采购一本,这边就出现一本 点这个一本,这两本,这点三本,这边五本,前面两本,后面三本 最后呢,可以点击这边的话,这边有个操线 点下去之后的话,可以把这边,因为我这个是三本 这个一本,这一本,把它列出来 就列个清单出来就好了 那这做法很多,没有标准的答案 就是我要看到的结果是怎样 就是,画面上一载进来 可以看到怎么 他这个,这个人买了 买哪一本,几本 反正就是,上面是总量 已采购几本 那因为下面有三本书 那我点了其中一本的话 他这边会增加一个 点了这个地方会增加一个 那我如果底下点了几次 就等于他是买几本 OK,那最后的话会有个总数量 这清单会秀出来 秀出来就会出现 刚刚的这个数量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该把这个数量记在哪里 然后呢,最后怎么样把清单秀出来 最后的话呢,会有一个 一个叫Cards.view 就是购物车的总量 所以会有个Shopping 然后当我点击的时候 这边呢,会有另外一个 比如说我记录的话呢 邮标放在这上面的时候 我的超连结是连结到 有一个叫做buy 所以一个叫buy.do 的一个 底下的话,实际上超连结是 当我点击它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serverlet 是buy.do 然后呢,去把book book后面的参数 这一本叫做java 这一本叫java 然后这一本叫做jquery 利用这样的传递 去判断说它到底选了哪一本书 把它记下来 这个大概类似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那我把重点提供给各位 试试看 第一个画面呢 一载进来 它要个版型 如果这个版型 你不见得一定要用table 我是用table 用个table来排版 所以如果你对于那个 html熟悉的话 应该就知道说 哦,我先要排个table 那这个table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 第一个先建一个table 那table里面的话呢 会有两列 第一列的话就是tr 标签tr开头的话 会有个tr 一列 然后里面有个td td里面放个图 然后第二个是放这个讯息 再来起另外一个td 放一个 应该是一张图 这应该是三个 然后这边一张图 这边一张图 然后底下的话呢 采购书的话 做个抄连接 放在中间 不过这个地方 是牵涉到html编排 所以呢,我们在 第一个 我把程式给各位参考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的专案 请各位建一个专案 专案名称叫做 exercise 43 第四章的第三个sample 然后呢 里面我需要 产生总共会有 三个 三个servulator 第一个servulator 就是我的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我名称叫做shopping 那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购物车的地方 这个叫做 car车 就是购物车 这个car车的一个结果 我显示出来 是这个 那点击 要记录的话 另外需要一个叫buy 所以会有三支servulator 在运行 三支servulator 这个是我的逻辑 如果你有别的逻辑 OK 反正我最后看到的 就是要一个购物车 可以点击上面帮我记录 最后可以列出清单 方法不屈 我只是提供 我这边的解法给各位 所以第一个 要建立有三个servulator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个shopping的这个部分 shopping部分的话 打开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就是先怎么样呢 先 也是一样 我们建一个 view的部分 是shopping.view 这个名称 然后呢 底下的部分 我建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 是htm 因为呢 前面的东西太多了 包含什么呢 包含我的一个head body body 里面的话呢 建立一个什么 一个table 那table的宽跟高 这部分 各位自己再去设 对齐方式 对齐labs 这个我想自己再去设定一下 或者是你可以用一些 我讲过嘛 你用html的一些相关工具 你先把这个版型先做出来 再放到上面来 也是OK的 然后 这么复杂的版型 你们说真的自己要把它全部key出来 很难啊 不过以前我们写 用记事本开发就是这样开发出来的 所以会很熟悉 反正就是一个table 里面有td等等的那些讯息都会 然后你可以先把它排出来的版型 那里面的话呢 放哪些东西呢 这边有个key 一个tr 对不对 tr就建一列 那第一列里面的话 我就放个什么 第一列里面的 这一个我们的 这个第一个tr里面要放什么呢 就是放一个购物测的图 所以请各位自己再去抓一个购物测的图 或者是说 不放图也没关系 主要就是这个东西 那前面这个图是点缀的 反正你网路上随便抓一张图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里面放一个图 主要应该就是这个 那至于要不要对其至终 什么什么 这个我想比较其次 这个前面的语法都是对其至终 所以td 里面放一个image source 是这张图 所以请各位自己再去找一张 那里面的话 再来就是说 我要 显示以采购几本书 有没有 所以这个几本书是变数 那几本书的变数呢 就是要从哪边来的 基本上呢 我们在下一个td 里面的话 就是可以放的 以采购 特别说 这边有个百分比低 基本书 那这个百分比低的话 也就是我可以利用 利用一个参数 将来可以传递过来 这个等下再讲 就是说 如果传递参数呢 基本上我们等一下 可以利用 把这个有没有 就是利用什么呢 Stream Format 我想各位如果用Java 都应该知道 有一个所谓的Stream Format 有没有 Stream Format 就是说 我前面是资料 后面就是在传递 百分之低 百分之低 就是一个整数的意思 那就会把这个 car size 有没有 把它丢到哪里了 百分之低里面去 所以将来的话呢 就会秀出来的 就会是 这边有几本书 那百分比 这个 百分比低里面的 那个car size 就是从我们 现在填入的资料 总共有几笔 把它抓过来 放上去 所以这个方法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你有别的方法 也OK 你这边可以放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也可以 是Global的变数 然后呢你可以 反正有加1 就把它加1 然后就是一直往上帝加 OK 第一个的话是 一张图 然后一个什么呢 以采购几本书 OK 再来的话 底下一样 这边结束一个tr 结束一个tr 这一列已经结束了 换下一列 下一列 下一列里面的话 这边我是另外再起一个table 结束一个table 所以上面一个table 下面再一个table 所以我把它分成两个 那你可以把它分成同 放在同个table也OK 然后一个tr 这个tr里面的话放什么呢 就是 我这边的话 我是这样 就是上面是一个table 然后这边切成两个 一个tr 然后两个储存格 在底下又有一个tr table 跟ttr 然后再一个tr 一列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 所以储存格我没有切了 里面就是这本书放进来 在下面呢 放一个采购纸书 一本书放进来 采购纸书 然后里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td进来 放一本书 那这边是置中 这个我想自己再去加 那书的部分的话 是各位自己再去加 我是放一个java的图档 java的书的图档 所以呢 把java的图档放进来 那底下的话呢 换行br 再加上什么呢 一个超连结 这超连结 就是另外再建一个severage 叫buy 然后呢 它的view就是buy.do 然后在后面加一个传参数 参数名称叫book 什么呢 等于java 也就是点击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存起来的话 是传递参数是book等于java 所以book等于java 就存一本 点击一次就加一本 加一本 然后后面再采购此书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 是第二本书 然后是jquery j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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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query其实 也还蛮重要的 我最近用到jquery mobile 是用那个homecap的技术 还蛮好用的 用网页的观念写app 真的很快 非常的快 那这部分的话 第二本书 然后 跟上面一样 差别是传递的参数 内容不一样 上面是传book等于java 那底下这个是book等于jquery 那第三本书是 这个jsp 比如说servelate的jsp 然后呢 点击的话book等于 servelate的jsp 那结束一个tt 结束tr 结束这个table 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边是两个table 然后再加很多的空白 这个加不加没办 这个只是一个排版 可以换行 br br 这边都换行 然后结束一个html 那这样的话呢 我的版型就做出来 所以基本上呢 我的版型是这样 第一个 这边一个table 然后一个td 一个td 然后切成两个t 这个是tr 然后td 一个图 然后这个td的话 放以采购 几本书 那几本书这边是放一个百分比d 我们藉由syncformage的话 再把值丢进来 这个方法可以参考 那这边的话呢 再放一个table 一个tr 然后切成三个td 一张图 一个连结 一张图 一个连结 类似像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的那个 shopping 的那个 就是shopping的那个 serverlet 上半部的html 部分 那下面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是 在底下的话 实作 do get do get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用get的方式 这个地方没有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 直接 实作这个do get ok 那我们这个地方 要怎么知道说 到底买了几本书呢 这边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什么 用list的方式来做 用一个list 后面放的一个范形物件 是stream 比如说 我 点了一本书 那就帮我把它放在list里面 那list里面 就会有 它的 总size 那size 就知道说 到底有几本书了 所以用一个范形物件来做 会是最简单的 这边的话 可以建一个list 的一个范形物件 那再来的话呢 再去建一个session session 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get car 里面的东西 如果car里面东西呢 假如是完全没有东西的话 那我再产生一个 一个 这个car里面 new arraylist 建立一个arraylist 如果里面没东西的话 那我就建立一个arraylist 那arraylist 里面的话呢 再去set 另外在那个session里面 再去set一个什么 set一个 attribute 一个session 那key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key的话就是car 就是购物车 那 后面的值 value 你会发现这个value 前面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放 放一个 street 一个字串 对 这边除了可以放字串之外 还可以放什么 放arraylist 可以放个清单进来 所以 这个也是可以学习的 不只是可以放一个字串 不然的话 你如果说session的话 我还要放很多 每加一个 每加一笔资料 那你要建一个session 每加一个资料 叫session 那太麻烦了 所以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用什么呢 cards可以用一个arraylist 来做 这个部分的话 非常的重要 因为其实实务上面 常常都会这样做 不然的话 user一直增加资料 那资料放在哪里呢 你要至少一个地方 可以暂存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arraylist 他选几本书 就把它放进去就对了 最后再来做统计 这样是购物车里面 最简单的方法 ok 那else 反之如果说呢 里面已经有东西的话 那就再把它读出来 那读出来的方法 就是用get section里面的话 get attribute 把这个cut 读回来 那因为呢 里面我放的是一个arraylist 所以呢 我必须用一个list 的办形物去接 接完之后 怎么样 再放在cut里面去 就好了 像我就知道说 它是一个cut的办形物件 里面的话也有很多的资料 也不止一笔资料 很多笔资料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最后呢 要写到client端的时候呢 这边特别注意就是用streetformat 然后把上面的html 放进来 然后里面有一个1% 总共几笔 对不对 就可以从cut里面的.size 的方法 去取得 总共 这个办形物件的清单里面 到底有几笔资料 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方式的话呢 非常的简洁 简单 比较不复杂 不然的话 这个部分因为还没有用到资料库 不然的话 实际上 在资料库处理的话 我们通常就直接把它写到资料库里面去 写进去 反正你就先订购 先订购 那就写进去 到时候就再把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捞回来看看 就知道了 不过如果你这个地方写到资料库 当然存取速度 没有用换型物件来的快 因为换型物件 直接 这个清单里面的资料 可以在记忆里面快速存取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不用到资料库的话 可以先把它写到这边来 速度会快很多 所以这个是shopping的 主画面就有了 主画面就有了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shopping的部分 那当订购的话 我怎么去把资料写到cards里面去 其实后面也是一样 你如果 他点了一笔 book等于java 那传递过去 不是会有个 猜出名称叫book 后面的名称叫java 那传递我怎么去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第一阶段 我想各位先把shopping的 sublet先完成 那等一下再来看那个bu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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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